Hello 歡迎收看Channel C 我是文敏 今天帶大家來到太子 其實是想帶大家看看這個 舊香港的情懷 相信大家都很想念以前的香港 但進去之前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C Like和留言 好啦 我們現在就進去感受一下 以前的香港究竟是怎樣的 文敏這星期普打扮 加上裡面那麼多懷舊展品 整件事真是很合適 這個位於太子基隆街的懷舊展 叫舊香港用舊藝術概念館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快清拆的重建項目 主辦單位就利用舊堂樓 將50到90年代 重新呈現在大家眼前 吸引了很多人來排隊 懷緬一番 因為我小時候是住堂樓的 我現在就搬走了 所以我都很想看回那些環境 因為很多東西現在香港都沒有了 例如一些地下的紫皮磚 或者綠色的窗框 或者鐵閘門 和出現的紅色信箱 因為新公屋都不會有那些東西 現在香港很多地方都清拆 很少懷舊的東西 我自己都是80年代的人 所以其實都很懷念以前 我們小時候玩過的東西 或者交通工具 真的很懷念 想讓他們看看 以前香港舊的建築 或者設計的特色 因為現在其實都很難見到 除了有光影裝置藝術 還有很多大家以前都用過的舊物 招牌 廣告 相信很多年輕人都應該未見過 如果想起要去活化一些舊區 有什麼地方做到 可能中環PMQ會比較成功 但其實背後有很多 我們見不到的一些古蹟 其實很多都已經被人拆了 或者我們都不知道 真的 所以他們都把握機會 來看展覽之餘 主要對自己的朋友 主要對自己的朋友 好朋友 這個真的是 夢名而來 竹墨青 對於竹墨青小姐的書法 有什麼感想 我追蹤了她很久了 快點說吧 underscoream.studio Whois竹墨青 剛才他們不是這樣叫你 竹墨青 竹墨青小姐寫的 yes 騎樓柱上面 和牆上面的書法 都是出自竹墨青小姐的 那我就用了不同的書題 首先 最古老的甲骨文 演變到去 算書 遞書 解書 草書 同行書 其實這個演變過程 都是有一個全城會衡的概念 那就 match我們這個概念本的idea 那為什麼當初會答應 或者突然想去和這裡一起合作 搞這件事呢 首先我覺得這個概念本的概念很特別 就是將舊的東西 怎樣融合 去和一些新的elements 去碰撞出來 有沒有一些新的設計 或者一些新的idea 那我覺得是我們這一代 artists 或者建築師 是要做的事情 是要跳出一個框框 去做一些新的嘗試 所以就很開心 公司就給了這個機會 給我參與這件事 竹墨青小姐還很好人 帶文文走回 介紹有什麼必看的東西 好 我們可以走這邊 剛才我所說的 這個就是一些 這個就是搜射招牌 現在看得很漂亮 好像電腦print出來 其實當時是人手噴上去 其實都是看不出來 就是我們現在肉眼看 完全看不出來 是人手噴上去 是的 所以當時可以反映 當時的時代 其實這個style 有點像梅艷芳的style 還有字體都比較特別 好像有一點西方calligraphy的影響 就是一些字體有些修飾 這些中國書法是少有的 我覺得這個招牌是挺特別的 還有價錢都反映了當時 那個文價 對 反映到現在其實剪的頭髮都要 嘩 兩塊水 然後才去剪完 兩塊水 以前是說 衰腳髮43元 真的好美好 我想應該更便宜 因為這個已經不斷 尿上去尿上去 已經是貴了 其實 不是嗎 我看到這裡也很特別 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打卡位 我看到很多人在這裡排隊拍照 是 裡面都是 採取以前 我們一些未刷的項目的環境 或者大廈的環境 裡面有個通花集 應該現在都比較少見 是啊 會在中上環 可能多一點 這些通花集 但是都少見 是一個很漂亮的打卡位 是啊 最後要多謝燕常記旗袍店 提供這麼漂亮的旗袍給文文穿 大家有興趣的 都可以去他們IG看看 今天就帶大家看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來這個展覽參觀一下 好 那記住 Subscribe我們Channel 按鐘仔 搶先看